Cocon Cocon 大家好,我是Cocon 最近我愛上了喝咖啡 所以我決定開一個單元 跟大家說說 咖啡小知識 今天第一集就決定說 Arabica 和Robusta的分別 在咖啡豆的世界 應該說全世界的咖啡豆 有一百幾十種 但最普遍的 就是Arabica 和Robusta的咖啡豆 Arabica的中文 叫做 Robusta的中文就是 羅布斯塔 但我覺得用英文會比較好 或者我們可以用簡稱 A 你以為是B 其實是R Arabica的A 和Robusta的R 因為通常 市面上看到最多的 都是這兩種咖啡豆 令大家都可以成為 咖啡的入門專家 首先我跟大家說說 Arabica的小知識 你去看一些比較高級的咖啡店 或者買咖啡豆的廣告的時候 他們最注重的是 Arabica的豆 說我們是Pure Arabica的Coffee 或者怎樣的 因為Arabica的豆 價錢比較貴 二 比較難種 它是在海拔高的地方 才可以種到的 而且樹身比較矮 Arabica的豆 比較軟 所以比較容易被 蟹蟲侵蟹 吃了他們的豆 產量比較少 要有很多心機去種 Arabica的豆 比較甜 也比較滑 如果你找到咖啡 100%的Arabica的豆 你會感覺到 它很順口 很甜 還有果香味 Arabica的豆 通常比 Robusta的豆 都會少些咖啡因 平均來說 通常是60粒咖啡豆 應該有 大概是70-80g 的咖啡因 而如果你買 PureArabica的豆 可能它會介乎 60粒 大概是60-70g 的咖啡因 這也是大概的數字 因為視乎你用哪隻咖啡豆 哪個地方出產的咖啡豆 的咖啡因 都會不同 普遍來說Arabica的豆 比較少咖啡因 我們說完Arabica的豆 之後我們就說一下 Robusta的豆 Robusta的豆 相比Arabica的豆 就比較容易種 而Robusta的豆 就比較 苦味重 濃 咖啡因 比較多 所以 如果你找一些 100%的 Robusta的豆 的時候 咖啡因 比100% Arabica的豆 來得多咖啡因 你們在市面上看到的豆 多數都是Robusta的豆 即是如果你買一些 即溶的咖啡 或者是一些 比較便宜的咖啡店 它通常都是用Robusta的豆 因為它價錢上比較合理 但是 這個不是重點 因為我覺得 最重要是 你們自己個人的口味 如果你喜歡喝一些 很滑 甜的咖啡 你可以買一些Arabica的豆 但是如果你喜歡喝一些 比較濃味 你注重的是咖啡因 不是咖啡本身的味道 或者你想用一些 苦劫一點的咖啡 你喜歡一個苦劫味的咖啡 的時候 我就建議大家買 這個Robusta的豆 但是 如果你兩種都喜歡的話 你可以買一個混合的 因為 其實市面上也有一些 是混合了兩種豆 的咖啡 粉 或者咖啡豆 所以 視乎你們自己個人的喜好 好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 咖啡小單元 希望大家可以學多一點點東西 那我今天就來到這裡了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